宁宁怀孕12就老,上周做了N体,检查结果显示异常,胎宝的顶后皮下脂肪厚度超过3毫米,这个异常给宁宁全家,带来了无限的焦虑与不安。 昨天我见到她时,发现她竟然销售了很多,由此可见,运检了一个小小的异常给孕妈家庭带来的恶劣的影响。 我告诉了她四个不用担心的理由,一,大多数运妈DNP检查只是一过期检查,可以理解为发生于极短时间内,并很快恢复正常。 所以运妈只有11到14周检查NP才有效,或早或者过晚都没有意义。 对于这样的检查结果异常,运妈不用太担心。 二,NP检查结论不是试或者否,而只是风险或者说是概率,一般来说,概率的高低和NP厚度增加的数值成正比。 三,NP检查结果不是经指标,这个结果可以作为唐沙评估的依据,但是不能依赖,它只是提醒医生和运妈,可能需要更准确的检查方法。 四,NP增厚不等于胎儿一定有问题,胎儿有问题不等于NP一定增厚,我想这些理由可能缓解一下宁宁的焦虑和不安吧。 并且我给宁宁提出了我的建议,可以现在马上去做无创DNA,或者等到16周的时候,去做洋水穿刺。 目前,我国医疗机构都是用芯片技术来检查养水穿刺后的样本,可以精确的查出胎儿的染色体是否存在异常。 养水穿刺或其水穿刺的结果是板上钉钉的结果,不会存疑。 宁宁说,为了胎儿的安全,等一个月之后,去做洋水穿刺,求一个新安。 导致胎儿异常的风险有很多,各种检查能度绝大多数。 但是,孕妈在运气还是要十分小心,因为外界的风险依旧存在。 各位孕妈,您怀孕多久了,主格向运件一次通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